大家好,我是小杜 美国的黑鹰直升机自服役以来已经有40年的时间 至今已经先后出口了20个国家 有很多国家都试图破解其内部动力结构 从而进行防治 我国的G20在研制中的参照对象 同样也是美国黑鹰直升机 所以一直以来,我国G20经常被说成中国版黑鹰 虽然G20延续了黑鹰的总体布局与外星特点 但从技术层面看 我国G20与美国的黑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直升机 从两个关键点,机身悬翼上看 G20比黑鹰有着显著的后发优势 航电设备上也比40年前的黑鹰先进 G20具有更为宽大的机身 驾驶舱封挡改为两片式 封挡和侧窗尺寸也更大 为飞行员提供更好的外部视野 G20尾梁尺寸收细 导致尾梁根部与机身之间出现明显胁迫过度 尾梁末端的尾部起落架 为此被安装在一个秃台上 周围有整有罩遮挡 如果看悬翼部分 G20与黑鹰之间的区别更为明显 G20采用了独特的更为复杂的五页悬翼设计 而不是黑鹰的四页悬翼 理论上讲,在悬翼讲盘面积相同的情况下 叶片数量越多 在相同发动机功率下产生的生力也越大 因此直升机悬翼从最初的两片悬翼 一直发展到尼尔6光环重型直升机的八页悬翼 但悬翼叶片的数量不是越多越好 因为每增加一片叶片 都会导致悬翼系统在阻力、重量、成本和复杂性上的指数增长 所以在进行权衡设计之后 G20最终采用了五页悬翼设计 此外,与四页悬翼相比 五页悬翼在保持相同噪音水平的同时 也能降低悬翼震动,提高乘坐舒适性 表明G20在设计上更加重视高温高银性能 最大起飞重量上也可能比黑鹰高得多